小老鼠与月亮 在那座破旧的房子的门阶上 坐着两只饥饿的老鼠 皮婆和棋谱 他们坐在那里摇着尾巴看着月亮 月亮可能非常好吃 我们吃不到 好遗憾啊 皮婆感叹道 好吃吗 你怎么知道的 皮婆好奇地问道 月亮看起来就像一块奶酪 甚至上面有岸斑 这些一定是洞 最重要的是 我注意到不久前 有人一直在一点一点地吃奶酪 前几天晚上 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大的圆奶酪 但昨天晚上 它变成了一个小薄片 今天它甚至变得更小了 是的 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知道谁一直在一点一点地 咬着这个奶酪 一定是蝙蝠 一定是蝙蝠 你们蝙蝠每天晚上都会从阁楼上飞走 当然是为了吃这个奶酪 我们也特别想尝尝这天上的奶酪 请跟我们一块儿吧 但是蝙蝠们只是摇摇头 确切地说只是一起摇摆 因为倒挂的时候摇头是很困难的 不 不是我们吃的 我们没有吃奶酪 然后蝙蝠和蝙蝠就去见了聪明的猫头鹰 它晚上肯定不睡觉 聪明的猫头鹰 住在一棵古牢的树洞里 谁每晚都在咬月亮 是谁 小老鼠们问聪明的猫头鹰 看 它只有一半还在那儿 很快就只剩下奶酪皮了 但蝙蝠没吃它 猫头鹰眨了眨眼睛回答道 我不知道谁吃了月亮 你们可以去问天文学家 我现在要去吃午饭了 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天文学家呢 沿着这条路走吧 小老鼠们边走边唱着歌 突然他们注意到有两双发光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小老鼠们吱吱地叫道 月光下两个奇怪的人正站在他们面前 猪猪 你们是谁 别害怕 我叫祖 其中一个机器人介绍了他自己 我的名字是奇耀 另一个说 我们是机器天文学家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观察月亮 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这儿散步 你们迷路了吗 不 我们没有迷路 我们一直在找你们 我们想知道 每晚都是谁在一点一点地咬月亮 看看它现在多小啊 奇耀笑着说道 亲爱的小老鼠们 月亮其实很大 你们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咬到它 月球是我们地球的卫星 它绕着地球转 因为月亮离我们很远 所以看起来非常小 月亮绕着地球转 地球绕着太阳转 月亮本身并不发光 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芒 当太阳照亮整个月球正面时 从地球上看起来 它又大又圆 就像一块完整的车轮奶酪 但有时 太阳只照亮月球正面的一部分 所以从地球上看起来 它很小 像是有人咬了它 当月球正好经过太阳和地球之间时 就会发生日时 我们只能看到月亮的一个影子 因为月球的正面没有被太阳照亮 这就是为什么月亮好像消失了一样 哇哦 好大的奶酪啊 如果有地球仪的话 就会更容易理解行星的运动了 这种地球仪与普通的地球仪类似 但要更加复杂和精细 它显示了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 而且还显示了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 地球缓慢地绕着太阳转 转一圈需要一年的时间 365天 而月球绕地球转的速度要快得多 转一圈需要27天多一点 现在我们就能看到有人已经咬了奶了 我们看到的是峨眉月 几天后它就会消失 这个月像被称为残月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将再次看到细细的新月 如果你在左边画一条线 你会看到它像字幕壁 之后的月亮开始变大 随着新月的不断变大 我们可以看到月亮的右半部分 这个月像被称为上弦月 随着月亮变得越来越大 它变成了一轮圆圆的满月 从地球上 可以看到被太阳照亮的整个月球正面 让我们想起了圆圆的奶酪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不久之后月亮开始缩小 月亮正面被太阳照到的地方越来越少 几天后 我们只能看到月亮正面的左半部分被照亮了 这就是下弦月 此后月亮一天比一天小 好像有人咬掉几块一样 最后它变得非常小 就像字母d的左边部分 慢慢地月亮变没了 这是二十九天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 现在我能记住月亮的所有月像了 这是什么呢 吉普问道 这种精密的装置叫做望远镜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近距离地观察月亮 近距离观察月亮 吉普感到很好奇 你的意思是要飞得更近些吗 不完全是 我们将借助光学系统通过放大的方式将月亮拉近 比起肉眼 我们用望远镜观察 会看到月亮上更多的细节 这个望远镜使我们能够观察到月亮表面的细节 就像我们飞到月亮上看到的一样 我想要用望远镜看一看 吉普高兴地叫的 它飞快地跑上前去看 除了雾 我什么也看不见 望远镜是一种专为天文观测而设计的复杂装置 你需要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它 吉亚把望远镜对准了 并邀请吉普再看一遍 哇 太棒了 月亮上的岸板好大呀 吉普 快看 这些是月海 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 并被绘制在了月球地图上 月海的名字跟地球上海洋的名字很像 很容易理解 湿海不是一个大的月海 它的海底被凝固的熔岩所覆盖 云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它是三百多年前 由一位意大利天文学家命名的 在云海的底部有一个小型平原 其中有月系 并被冠以了一个可怕的名字 叫一爪 我们还可以看到岛海 它的海底也被凝固的熔岩所覆盖 所有的月海最终都会汇入到风暴阳 月亮上会有鱼吗 它会在月海里游泳吗 有谁会住在那里 没有人住在那里 因为里面没有水 人可以在月海上先走 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 因为月亮上没有人居住 人类已经将探险队送往月球 但发现那里并没有生命 水只以冰的形式 存在于月球上最深的撞击坑底部 撞击坑 什么是撞击坑 我们可以通过望远镜看到它们吗 能看到里面的水冰吗 让我们来看一看 被照亮的月球表面上有许多撞击坑 就像月海一样 它们也有名字 最大的一个是开普勒撞击坑 它是为纪念科学家约翰·内斯 开普勒而命名的 因为它发现了太阳系行星运动的规律 中等大小的哥白尼撞击坑 是为了纪念波兰天文学家 尼古拉斯·哥白尼而命名的 在湿海的西北边界 有一个巨大而古老的加森迪撞击坑 南部的古老撞击坑 是以丹麦天文学家 克里斯蒂安·塞维林隆隆蒙坦的名字命名的 克拉维斯撞击坑 是月球上最古老的撞击坑之一 它已经超过四十亿年了 红湾及其周围的山脉最为著名 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月球景观 我们在地球上看不到 位于月球背面的撞击坑 为什么呢 杰波好奇地问道 当月球的另一面转向我们时 我们就可以观察它了呀 月球的运行有它自己的特性 它永远不会把另一面转向我们 我们只能从地球上看到月球的正面 只有登上宇宙飞船绕着月球飞行 飞到月球后 才能看到月球的背面部分 因此 月球的背面 极其巨大的撞击坑 只能在人造卫星拍摄的照片上看到 在绕月球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的帮助下 准确地绘制出了月球上每一个撞击坑的地形图 哇 我希望我们能登上月球 皮鲍和齐鲍齐声喊道 会有机会的 但是在那之前 我亲爱的小老鼠们 你们应该在地球上了解更多关于月球的知识 现在夜深了 该是你们睡觉的时候了 等一下 我们还可以用望远镜看看星星吗 哇 当然 改天吧 现在 你们该去睡觉了 星星 星星在天空中神秘地闪烁着 月亮似乎在向小老鼠们眨眼 其中一颗星星好像在和齐鲍挥手 它又打了个哈欠 小老鼠们回到了那座有阁楼蝙蝠和猫的老房子里 它们睡着了 做着关于车轮奶酪的美梦 嗯 一整晚 一整晚 你知道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